中国球员称雄斯诺克三大赛 但丁俊辉到底怎么了 今天凌晨 中国选手再次站上 斯诺克三大赛之一的英锦赛之巅 24岁的赵新彤在决赛中 十至五横扫布雷切尔 夺冠不仅让他独揽20万英镑 世界排名更火箭一般窜升到第九 还获得了大师赛的直通资格 两年时间 竟没有一项排名赛打入四强 除了面对奥沙利文 西金斯这样的苦手 经常吞下失利外 丁俊辉这两年经常输给一些 低排名的选手 也让人大跌眼镜 这是丁俊辉时隔四年再次跌出前十六 并且他和目前世界排名第十六位的 严炳涛 差距超过十万磅 短期内根本无法弥补这样的差距 以确定未来将失去种子选手的身份 丁俊辉本赛季的糟糕状态 让他只能列在单赛季排名的61位 缺席的顶级赛事越多 越将陷入恶性循环 这些顶尖球员年龄都比丁俊辉大不少 家里也有更多的孩子要照顾 但很少见到他们遭遇如此长时间的低迷 曾经2010年拿到世锦赛冠军的罗伯逊 也一度失去了训练和比赛的动力 沉迷于英雄联盟 魔兽世界和FIFA 没有比赛的日子里 没日没夜打游戏 荒废练球 如果以一般人的视角来看 丁俊辉已经进入儿力之年 此前十多年在职业赛场的奋斗 已为他积攒了不菲的收入 足以确保他和家人今后的生活衣食无忧了 此外代言方面 丁俊辉过去签约的国内品牌 包括恒大兵权 劳士顿 猛牛 贵人鸟等 只不过 如果再这么低迷下去 在球迷心中越来越无关痛痒 大家不再把他的胜负当回事 中国斯诺克的一个时代 恐怕真的要宣告结束了